大家好 我是夏依 夏天到了 是不是有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了呢 反正我一到换季 就觉得自己一件可以穿的衣服都没有 韩国留学生们平时都在哪里购物呢 东大门 宏大还是明洞呢 可是东大门单买一件衣服的话还是挺贵的 明洞和宏大呢 平时人又特别多 像我这种死宅又不想出门逛街的人 该在哪里又买的经济实惠又漂亮的衣服呢 当然就是网购啦 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一家怎么样的韩国网购吧 大家在中国应该都用淘宝购物吧 其实在韩国和淘宝相似的购物网站有很多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JMarket 因为JMarket有中文界面还可以支付保护款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该怎么用吧 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步该怎么注册会员 我们现在那晚上搜索JMarket 进入页面或者是下载JMarket的APP 我们现在来注册账号 输入姓名密码 电话号和邮箱 注册成功后呢 我们在页面上登录就好了 嗯?怎么错了? 刚刚密码输错了 我们再来输一遍 这里我们需要手机认证一下 输入姓名出生年月和你的手机卡 这里要注意的是要把你手机卡的公司选正确 这里我们就收到了验证码了 输入就好了 我们为什么会用韩文界面呢? 因为用中文界面的话 系统会默认为海外配送 很多东西会查不到 所以呢用韩文界面的话 东西比较全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想买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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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裙子不错诶 我喜欢这件003号 我们来选择它的编号 和颜色 orta4号 到505三11 那么这个bert4号 他希望收到以上 然后发展开 相关于测评 下腹 讲습니까 那我们要不要让做 这个和喝 一 led 最好买个傻孩呀 哎呦删掉删都删掉 我们先把收货地址添加一下吧 这里收入你的详细地址后呢 系统会自动识别 我们所在去的有编 然后把你家的详细地址填一下 你就在几楼编号还有手机号 保存之后呢 以后就可以一直用了 我想买一条格子群 我们来搜一下吧 点净这个看一下 我想买一条白色的呀 这个02号不错 白色是R1 我们来选择颜色和大小 加入购物车 现在付款了 如果想用韩国卡付款的话 我们就要绑定我们的卡 需要先输入手机号 或许严重买 然后输入我们的卡号就好了 想用支付宝支付的话呢 我们在首页切换成中文键 然后点进购物车 这里就是我们要买的东西 在下面点立即订购就好了 看这就是我要买的东西 和我的住址 点击提交订单之后 就可以扫码了 这里就是我的订单详情 好了我们就这么愉快的买完了 网站上还可以领各种用户券 还有各大百货店的直销 游乐天新世界等等 我们点击来看一下吧 这条鞋不错 还好便宜呢 还有各大超市的直销 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时间段进行配送 我的快递到了 裙子的质量也不错 超喜欢呢 韩国的快递呢都特别的快 一般你当天下午三点之前 订的东西呢 第二天就可以送到 三点之后订的东西呢 可能要隔一天才可以送到 这里要注意的呢 是韩国快递周末是不上班的 如果你周五才订的话 可能周一才能收到东西 你不用担心你不在家的时候 快递来了 因为快递大叔会打一个电话 或者是发一个短信给你 你告诉他放在门旁边就好了 或者是家附近的便利店洗衣房 不用签字签收的 其实韩国还有很多好用的购物网站 不过可能没有中文页面 不过东西同样的好看并且便宜 还不用担心有假货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下次再给大家讲解 其他的小小门吧 拜拜